末日病毒爆发,人类相继变成丧尸 为了生存,幸存者只能四处逃窜 大家好,我是辽颖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是《血染黄沙》 故事发生在美国 一场未知的丧尸病毒让人类濒临灭绝 城市陷入无政府状态,到处充斥着危险杀戮 为了生存,仅存的人类开始出逃 我们的女主Lisa为了躲避遍地丧尸 打算和男友大卫开车前往机场 然后乘坐朋友的私人飞机逃往墨西哥 途中,他们的车子意外陷入了沙地 正在两人打电话求救时 远处却缓缓走来了一只穿着西装的丧尸 男友对时慌了神 他拿出手枪朝丧尸射击 但关键时刻,男友却掉了链子 即便打完了所有子弹,也没有将丧尸击杀 二人只能惊恐地躲在车上,将车窗锁死 西装男趴在车窗外不断地低吼着 男友认为,丧尸失去兴趣后便会离开 但这等待的时间属实有点长 硬是从白天一直等到了深夜 丽莎忍不住吐槽男友是个废物 那么近的距离都无法击毙丧尸 就在二人争吵之际 丧尸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踪迹 丽莎赶忙拿出手电筒 在车床附近寻找丧尸的身影 在确认丧尸离开后 两人连忙下车去捡掉落在地上的手机 月圆当框的晚上,车外寂静无声 二人悄悄地寻找着 丽莎在车边绕了一圈 最终在路边捡到了手机 谁料此时,丧尸突然从男友背后窜出 男友当场被丧尸撕碎 丽莎健壮顿时尖叫了起来 她慌张地躲到车内 开始收集车上的水与食物准备逃离 但她却因为过度惊慌忘记锁门 丧尸也钻进了车内 丽莎挣扎着踹开丧尸 随后从车门另一侧逃跑 漆黑的夜色里 丽莎孤身一人拼命地狂奔 不知跑了多久 她因为太累便停下来休息 她惊魂未定地喘得粗气 沙漠的夜晚寒风凛冽 丽莎点了根烟 随后沉沉睡去 终于熬到了天亮 丽莎用手机向男友的朋友打去电话 告诉她这边出了点状况 希望对方能够等自己一下 可对方留下了一句 在机场会合便挂断了电话 丽莎愤怒地破口大骂 这群狐朋狗友果然不靠谱 冷静下来后 她打开了手机的导航 发现去机场的路 竟足足有36英里 而现在自己没有逮捕工具 只能徒步前行 烈日当空滔滔热浪席卷了整片沙漠 丽莎一步一步地前行 靠着刺激药品打起精神 期间有军方战斗机从天空划过 但丽莎宛如沙漠里的沙子 飞行员根本无法发现她 希望燃气又破灭了瞬间 让丽莎再度暴怒 可她除了发泄 什么也做不了 她摊躲在地上 大口喝着水 随后又接着赶路 夜晚再度降临 丽莎点燃了一个小火堆 或许是过于疲劳 很快便睡了过去 这时丧尸突然从丽莎背后窜出 她猛地惊醒 连忙掐住了丧尸的脖子 奋力推开 她爬到了一块巨石之上 周围不适地传来丧尸的低吼 丽莎的火堆旁蜷缩成一团 最后因忍不住困意而睡去 隔天火辣的阳光晒醒了丽莎 丽莎睡眼心松 她微微转头 入眼的竟是那面目猙獰的西装男 还好丧尸不会攀岩 只能在岩石下地吼着 为了转移丧尸的注意 丽莎朝着远处 抛出了自己的姨妈精 嗅到血腥味的丧尸 当即扑了过去 而丽莎则趁此机会悄悄逃离 但西装男马上就发现了 她的行踪 又固执地跟了过来 好在她的腿脚不变 只能一曲一拐地紧跟着丽莎 无法将她抓住 终于丽莎在日落前 发现了一间废弃的小屋 她原本以为里面 会有一些生存物资 可是屋内除了 废弃的残渣 什么都不剩 疲惫不堪的丽莎 坐在了破旧的床垫上 本想睡上一觉补充体力 结果丧尸闻着气味 又跟进了小屋 小屋的门只有一个 心急之下 丽莎躲进了浴缸 丧尸旋着气味向丽莎逼近 她与丽莎之间 紧紧隔着一层洗浴帘子 丽莎屏住呼吸 根本不敢发出一丝声音 此时 一只毒蜥突然从一缸爬出 丽莎强忍内心的恐惧 一直等丧尸走后 才将毒蜥扔掉 等到外面没有动静后 丽莎走出屋子 总算松了口气 烈日当空 丽莎的体能与水分迅速流逝 到了傍晚 西装男再次出现在了她身后 她简直快要被逼疯了 真的是甩一甩不掉 丽莎多次想要杀掉丧尸 但一瞧见丧尸的恐怖的面容 便被瞎破了胆 她曾想摆脱丧尸 可丧尸凭借着敏玉的嗅觉 始终紧跟着她 丧尸不眠不休 白天也追 晚上也追 若非要物的刺激 恐怕丽莎早就撑不住了 她大骂紧跟着的丧尸 宛如酒吧里的臭男人 始终追着漂亮小姐不放 丽莎就这样 一直走到了一个小山丘上 这时前方狂风骤起 漫天阴沉滚滚而来 一场巨大的沙尘暴 直接将丽莎与丧尸席卷 不知过了多久 她在黄沙堆里醒来 耳边传来一阵卡车试过的声音 丽莎连忙呼救 可是喉咙却嘶哑地 发不出任何声音 幸亏卡车里的两位青年 发现了她 他们热心地为丽莎喝了水 然后扶她上车休息 还热心地表示 会替丽莎找回遗失的包裹 但这两个青年 根本就不是好人 丽莎在车后座上发现了尸体 原来卡车的主人 早已被这两个青年杀害 青年得知他们的身份暴露后 也不再伪装 他们强行按住了丽莎 想要趁机将其侵犯 丽莎绝望透顶 面对两个男人 她根本无力反抗 阴险的人心 显得比丧尸还要可怕 丽莎总算是懂得了这个道理 就在她绝望之际 远处的丧尸也从黄沙堆里悄然醒来 丧尸从背后袭击了青年 另一个青年健壮 当即开着卡车逃跑 趁着丧尸撕咬青年之际 丽莎在卡车上 发现了一个皮划亭 这是原车主买给儿子的玩具 他便用它装水与食物 而后拖着皮划亭在沙漠上穿行 可丧尸随后又紧紧地跟了上来 不知走了多久 丽莎在杂草堆里 发现了一些废弃的轮胎 她突发奇想地将轮胎套在了丧尸头上 然后用绳子连接上皮划亭 丽莎缓缓地走在前面 丧尸便拖着行李跟在后面 丽莎边走边对丧尸说道 她其实是一个不良少女 早前和男人鬼混生有一女 她知道自己不是一个秤职的母亲 便将她送给了姐姐 姐姐带着她女儿生活或许会更好 丽莎也不管丧尸能否听懂 因为如今愿意倾听她诉说苦楚的 也只有丧尸了 夜幕逐渐降临 丽莎想办法将丧尸套在了石柱上 她本想抛弃丧尸一人离去 但又感到不忍心 毕竟他们之间也相处了如此之久 当丽莎转身离去时 丧尸竟然跪倒在地上低吼着 声音不仅透露着愤怒 似乎还透露着不舍 丽莎最终还是回到了丧尸面前 怀着试一试的态度对她说道 如果能够冷静下来不再碰她 她便替丧尸松绑 丧尸似乎听懂了丽莎的话 竟然真的暗奋了许多 丽莎见丧尸似乎通了人性 便带着她继续在沙漠上穿行 他们离机场越来越近 丽莎还惊喜地发现了公路 可当她看到远方使来军队时 丽莎却慌了神 她连忙将丧尸藏了起来 生怕她被打死 士兵发现丽莎后 热心地想要提供帮助 准备将她带回幸存者基地 丽莎听言却谎称自己的丈夫 在前面等着自己 随便找了个借口 将士兵打发走了 没想到丧尸突然从一旁窜出 士兵迅速开枪击中了丧尸 丧尸运身而倒 连中竖枪的她再也难以爬起 士兵见状便驱车离去 丽莎尝试着鼓舞丧尸 让她重新振作起来 可谁料丧尸突然发狂 咬伤了丽莎的手 病毒迅速在手指间扩散 丽莎只好忍着剧痛 用石头将被咬的手指砸断 她虽然因丧尸而失去了一根手指 但并不打算放弃丧尸 反而准备用皮划顶 拖着丧尸前去机场 可丧尸在此期间变得越发虚弱 直至奄奄一息 为了减少丧尸的痛苦 万般无奈下 丽莎只能终结了丧尸的生命 随后再次踏上了去机场的路 机场内停着一辆跑车 和一架受损的飞机 丽莎的朋友约翰正在修理着飞机 可约翰原本六人的小队 如今只剩下两个 约翰窝火的向丽莎解释道 此前有一个混蛋隐瞒了被丧尸咬伤 导致她的许多朋友都不慎被咬伤 万般无奈下 她只能将他们关进了机场的隔间内 飞机的发动机也在斗争中烧毁 但现在被她的朋友修好了 约翰招呼丽莎赶紧上飞机离开 但最后关头 丽莎却拒绝了 她怅然若失地走上机场的瞭望台 在这里 她意外发现了一部电话 她联盟向女儿打去电话 等待片刻后 电话另一头传来了女儿痴嫩的声音 女儿正藏在房间一角 还没被丧尸发现 丽莎文言让女儿继续藏好 她会立刻前去救她 挂断电话后 丽莎便准备开着约翰的跑车离开 但是车钥匙却在被咬的朋友身上 丽莎只好拿起武器 悄悄潜入了隔间 她利用盾气将丧尸一个个解决 成功拿回了钥匙 丽莎一路驱车来到了小镇上 此时的小镇荒芜人烟 只有满地的尸体 丽莎为了自保 随手抄起了一个铁锹 缓缓地向姐姐家走去 姐姐家内杂乱不已 姐姐不知所踪 而姐夫已凄惨死去 丽莎潜入房间 终于在一个小帐篷内发现了女儿 还好女儿只是受到惊吓 并没有受到一丝损伤 母女再度相聚 眼泪不停地从丽莎的眼睛中流出 二人激动地抱在了一起 劫后余生的相聚 无疑是更加的可贵 但危机真的解除了吗 随着夜幕降临 屋外又聚集了大量 面目猙獰的丧尸 他们闻到了母女的气息 眼见着房门要被破开 丽莎抄起铁锹 让女儿躲在身后 随后猛地向破门而入的丧尸杂具 至于母女二人最后是否幸存 我们不得而知 电影《血染黄沙》 虽然是以丧尸为题材的电影 但想表现的 却不是由丧尸造成的末日局面 电影展现出了人性的阴暗 丧尸虽然残忍无情 但她不会耍心机 相比之下 笑里藏刀的歹徒 更是让人防不胜防 影片还展现了亲情的伟大 片中 丽莎此前是一个酒吧小姐 每天过着纸醉精迷的日子 是女儿 让她找到了活下去的目的 承担起身为母亲的责任 从影片整体来看 穿过沙漠通向机场的路 也是丽莎的自我救赎之路 她看透了人心 度过了险恶 更加领悟了生命的意义 总的来说 这是一部视角与剑戟 十分独特的丧尸片 还是值得一看的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